今天进行新的课程 今天的课程是跟装进退的临界点 不要只看进,要看退 进和退它都有一个临界点 量学讲究临界点就是买卖 能不能理解 进是买,退是出 这就叫临界点 是量学的一个术语 那么我们激进班 还是要遵循我们的事不得和事不要 反本激进班全体学员保证做到事不得 一,不得代课理财 不做资金的努力 二,不得借钱炒股 要做市场的主人 三,不得收费建股 不要走歪门邪道 四,不得贬低他人 任何人都是老师 反本激进班全体学员保证做到事不要 一,反涨停预报不能达到前失明者 不要失盘 二,反茉莉炒股不能达到前失明者 不要失盘 三,反激训课论中分析奖节的股票 不要失盘 四,反失盘操作中发现成绩下降者 不要失盘 新学员务必做到空仓舞 进行学习 吸收量学的精华严禁失盘亘古 这个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希望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水平 来严格要求自己 临界点的含义 临界点 量学中的临界点 可以理解为 由量变到质变的那个点位 改变原有的趋势 涨跌攻防节奏等的未制定性 如阳圣镜 阴圣初 阳圣过阴顶的位置是我们的介入点 阴圣破阳的实底是出货点 你把这两个能不能理解清楚 就是它临界点的含义 看似简单的阳圣镜 阴圣初 这只是一句口诀 必须结合趋势 位置 板块等综合研判 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稳超胜券 比如 你们看这个票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阴圣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阴圣呢 你看 价格 你看 价住圣 对 那么这里也是圣里 这叫阴圣初 好 到了这个地方呢 你们看这个地方有没有阳圣呢 它都没有过大阴的实底 好 那到了这里呢 我们来注意啊 连阴下跌开始了 下跌以后呢 这是个大阴住 接着呢 有没有过大阴实底啊 这个位置 你看 有没有阳圣 没有 没有不要阳圣镜 好 到了这里呢 注意了 这个地方 有没有阳圣镜 你看 这就是阳圣镜 好 静完以后你们看 这一段呢 用阴线战法是足迹功课 占我的这个大阴 你们看这一段有没有阴圣呢 相反 这是阴圣 而这是阳圣 这一段就叫阳 阳圣镜 没有阴圣 我们就选择赤骨 大家以后能不能理解这个问题了 你只记住 不要被当天里 我们说 我们不要做一个什么 我们不要做捕风 做影 就是只看架柱 而不看亮柱 这一段上去 你只从这里就叫阳圣镜 诶 静完以后有没有阴圣呢 没有阴圣 则持骨 诶 你看 依持骨的 你看 这单阴是不是阴呢 单阴它不是阴 来 阳圣镜 诶 阳圣一镜 你看 障屏 这有没有阴圣呢 没有阴圣 好 接着呢 再把 那么这里结合位置定性 到了左风庙 来 就这个位置 这个高亮 到了左风庙 那么它就到了左风 好 你们看啊 这两个位置 是不是 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讲的啊 第一个 大家看清楚啊 第一 这是最近的高亮柱的石顶 它有没有站稳 高亮柱的石顶呢 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两个阴 那 就是石顶呢 没有站稳 那么这个地方 一破它的石顶 是不是阴圣出呀 那 它阳的石顶一破 叫阴圣出 诶 那么 这就是 在这个高亮石顶为首 诶 石顶为功 那么 好 阴圣出 那么到了这里 你们看 是不是阳圣 阴圣出 到了这里 叫阳圣 你看 低亮柱 好 阳圣 阴圣 阳圣 阴圣到了这里以后呢 我们注意啊 好 那 接着呢 这里 啊 就要注意了 是不是阴阳不齐 还是这个高亮柱的石顶 站不稳呢 高亮柱的石顶 站不稳 接着 跳空音破了它的石顶 应不应该阴圣出呀 这里 叫阴圣 阴圣 那么这里呢 相反 你看阴圣 那么这里是不是应该阳圣镜呢 你看这个位置应不应该阳圣镜 阴圣出 阳圣镜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 这是一个极阴 是不是极阴 极阴 那么接着有个次阳 那么这个次阳呢 还没有有效突破二级位 我们是不是要关注下一个交易日 它能不能阳圣 听懂了没有 就是下一个交易日 我们是不是应该注意它的阳圣呢 好 那么这里就是南极光 我们从头到尾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和大家讲的 阳圣镜 阴圣出 阳圣镜 阴圣出 这里呢 到了这里呢 你们看底部放巨量 是不是放了巨量 然后来了一个极阴次阳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超盘的策略 这是临界点的含义 那么在这里的挖坑末期 我们现在有很多股票是不是都超跌了 现在很多个股都是超跌 那么挖坑末期的跟桩 它就有个临界点 好 挖坑末端跟桩的临界点 主要运用阳圣镜的法则 结合极阴次阳的战法 以最近的大英使领作为临界点 二级位平衡位 站稳向上四横 突破鬼门关 可以试着干 比如 你们看这个票的它是不是过了鬼门关 你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过了鬼门关 好 过了鬼门关你可以试着干 但是这个地方 它未有效突破大英使领 那这一段是不是阴盛初 这一段刚才讲过 这里是不是阴盛初 阴盛初 好 那么下面到了这里 你们看 这里有一个次阳盖阴顶 有没有个次阳 次阳盖阴顶 好 那么接着呢 阳顺境 接着这个次阳 一二三日成为了黄金柱 成为了王牌 所以次阳盖阴 逢地更进 所以它就是一个涨停 而这个涨停板之后 接着第二天 你们看 是不是预阻了我们的 什么 筹码密集区 是不是在这个 就是水平方向的 什么 左风 那就应该先结合出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千万有些同学说 那我这一天不出 我跳空阴再出 对不对呀 那么我们讲的是 阳盛进阴盛初 但还要结合综合战法 高亮住常态看跌 所以也一定注意 所以在这一天就应该出的 不要等着什么阴盛初 高手 我们在这里和你讲的是 每一个战法的含义 每一个战法的定义 但是这个位置是高亮看跌 一定要先出 对应左侧 视为有强压 那么好 那么连益下跌 现在目前呢 是打到了刹车柱 对不对 打到了刹车柱之后啊 这里有一个缩量次阳 位过而一位 是不是应该等候阳盛进 因为应该等候阳盛两个字 所以你看 这样没过而一事 要等候阳盛进 大家发现没有 我现在和大家讲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大家要理解 什么叫等候确认是灵魂 就叫阳盛进 好不好 要结合什么呢 结合吉阴次阳的战法 二阳跟庄 以大阴的二一卫和大阴的使领 作为我们的临界点 这是挖坑末期跟庄的临界点 奥地淘金 以黄金线上 以黄金线上阳盛阴为跟庄的临界点 左侧出现无量的挖坑 结合板块移动 根据我们的爆发力 比如这个票 你们看 它的左边是阳盛 对不对 这段是不是阳盛呢 阳盛之后就是一个 缩量假跌 连阴下跌的形态 好 那么到了这里 我们和你讲过 只要是在这个地方 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很简单的我们来分辨 凡是发现 你看 这些地方是这样的构建 第一 左侧有大阴 魏国二一和十岭 出现了阴阳不齐的走势 它就是一个筹码搬移 大家好不好记 比如 你看这一段阴阳不齐 它也是筹码搬移 那么这一段出现的 就是什么呢 这一段出现的就是一个筹码密集区 那么 这就是一个消化往下搬 搬完了以后 你们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什么 没有阳盛 但是呢 它后面成为了一个黄金柱 注意了 在甲阳在低位 出现了一个 确认了黄金柱以后 但是呢 赤阳的高度决定了反弹的力度 这个刹车 魏国二一位后面反弹强不强劲 为什么啊 现在呢 有很多同学啊 你要理解这个黄金柱和元帅柱的含义之后 他只要魏国二一和十岭的这一波 就是赤阳的高度 啊 决定了反弹的力度 虽然他这个黄金柱 但是赤阳不高 他反弹没有后进 能不能理解了 所以你只要发现这个赤阳魏国二一和十岭的一个王牌柱 一定后面等候他回来换党 好不好 今天讲到这个重点了没有 就是你发现这个王牌柱成一个的刹车 一个有刹车柱了 但是这个王牌呢 魏国二一和十岭 他的反弹就不够力量 就要等候他来回来踩线 好不好 他一踩线呢 你发现啊 来黄金线上杨盖英 你发现没有 好黄金线杨盖英呢 你看这个赤阳他是不是盖全英了 注意啊 这个赤阳是不是盖全英了 那就不一样了 和这个赤阳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那么他的 但是上方的还是没过二一位 所以他什么 他就长阴短柱打结 长阴短柱一蹲 你看是不是找到了这个黄金柱啊 找到没有 他还是找到这个黄金柱 好 所以呢 找到以后啊 线上出跳空 你就可以大胆跟装 好不好 你理解了这个意思没有 就是他的量性呢 第一你看 扬扬音 好 这个二一位没过 所以他反弹没有质量 所以他会回来找他的刹车柱 一定要到刹车柱的附近线上出一栋 才能跟装 你这一根链你看 就是涨停 好 接着涨停 接着这个板呢 你们看 是不是百日高亮涨停 百高 加左风 这样的涨停 大家记住 你最好先出 你最好要先出 千万不要等着什么阴盛出 你看 百日高亮 已经是三个板的空间 到达左风 所以在这个地方应该出货 这就叫跟装出货的连接点 那么在这里你看 你低开低走 是不是有大跌啊 低开低走 有大跌 好 那这个奥迪陶金 现在把王牌的质量 讲头了 没有 王牌的质量 那么刹车柱 它的赤阳为过而依偎 那这一段的弓 它不可靠 所以它就会下来 找黄金 一找黄金呢 找到底部 你发现第二个赤阳盖音 但呢 它的后面呢 没有延续 这就在消化 那么它就会打结 一打结 就OK了 一打结 你就零号腾空 你就可以上课 你一在零接点 进 出 好 这是 凹底 淘装的 跟階点 好 那么我们注意 凹口位置 跟階的 连接点 讲了凹底 就要讲凹口 凹口位置 跟階 以过凹口平衡线 为跟階的 连接点 凹底 需要构建 扎实 党块 热点的 叠加 其后更具爆发力 比如啊 你们看 我们无论有一支票 就是它左边会有一个高点 形成一个左风 对不对 然后这个左风形成的 不管它的后面是涨还是跌 它都会出现一个突然下陷的大阴柱 突然下陷 就是突然下陷的意思 就是突然大跌 这个大跌 你要以这个突然下陷的大阴的实底 画出一条水平线 这里是不是凹口平衡线呢 这就是凹口平衡线 没有站稳 这个凹口平衡线 它都要 挡不了 它就要跌 好 跌下来以后 我们再找到 跟階的连接点 你看 这是不是阳胜 它过了二一位没有 这根柱子是不是养胜镜呢 好 养胜 好 接着呢 数量 这形成了一个什么柱 这是不是黄金柱 好 这就形成了一个黄金柱 然后呢 然后再又形成一个什么 换挡柱 好 接着呢 手过凹口不可靠 这是过凹口 那么回踩了黄金线 看到没有 是不是回踩黄金线 回踩黄金线 倍量单枪 消化左锋 你们看 虽然这是占我的凹口平均线 它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过左锋啊 它就没有过左锋 那么我们要了解综合 一是占我凹口平均线 二是过左锋 好 那么出现一个单枪试探 上探下踩 你看 是不是双剑呢 上探下踩 就形成了什么 头顶南天 脚踩大地的双剑 那么这个双剑的要求呢 有很多同学呢 是非常喜欢这个术语的 其实就是量学的侦察兵 是上探 探主 是风 然后呢 下探呢 是踩底 找支撑 叫上探下踩 那么我们要注意 上剑 叫放量 然后下剑呢 叫缩量 能听懂吗 你看 这两个下剑 是不是说三一说三一啊 是不是说三一说三一 他就是说三一说三一的构建 回踩不破线 钉好临界把长剑 你看 这是个零号 零号 来 就掌停板 是不是过了凹口 那这是掌停板 二次过凹口 对不对 一过呢 他又过了左锋 那你们说 这个票是不是有爆发力了 那么他就有了爆发力 所以 你看 一二三 好 这一天的架板量说 很多人没走 那这一天的低开 拉不拉拐轻呢 低开就要拉拐轻了 这里就是要注意了 低开拉拐轻 那么这里的 是不是出现了阴盛呢 你看 跌破了这个羊的实底 是不是要赶快跑了 你看 一跌破这个羊的实底 就要赶快跑了 你看 拉拐轻 那么这个阻力还是很好的 他是不是跌停打开 让大家跑了 这一天的阻力是跌停打开 让大家跑了 你叫跑 好 跑完以后呢 追了 这能不能说是杨胜呢 他只是过了二一位 对不对 因为他还在回调途中 他只是过了二一位的次量 要需要 是吗 我们说过了二一位 可以怎么样 过了二一 你可以试着干 但是呢 最好是结合 阴线的实底 好吧 阳圣镜 阴圣的实底 这是根状的临界点 好 那这是凹口 那么我们再来看 我前面是不是讲雕了一个 我看看 没有 好 那么现场直别 现场直别跟状的临界点 现场直别以临界 直别的下跪 什么叫下跪呢 就是比如说 以他们来直别的话 这个下跪是不是要盯住我们的精准线 首先现场直别的五个要素 是别出低量 别出白地 别出精准 首先精准线就是它的下跪 只要不跌破精准线 就是不破下跪 这就是我们的现场直别 那么上跪呢 大家记住 上跪就是在直别的大阴的实底没有上去 就上不过顶 下的又不破底 就叫现场直别 听懂了没有 好 那么阳圣镜或直别上跪 解别的地方为跟状的临界点 现场直别期间王牌进阶抬高 基础扎实 解别配合热点板块才更具有爆发力 好 下线为我们的下跪 好 你看这里有没有阳圣镜呢 阳圣镜 在这个地方就要出 因为它没有站稳 没有站稳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有没有阳圣镜呢 有 在这个地方呢 没有站稳 就要出 好 接着呢 有没有阳圣镜呢 有 看懂了没有 好 这里 刹车换挡 它是不是准备抬高了 你看 刹车换挡 它是不是进阶抬高了 这里很明显 就出现了三个 你看 一二三 抬高 一抬高是不是解别了 大家看这个地方解别了没有 那么这里它就出现了解别 过了我们的凹尖峰 你看 精准的凹尖峰 现场解别 一解别过峰保顶 阳圣镜 听懂了没有 来 攻守冲防 我们要冲的阶段 介入 你看 这个地方就叫阳圣镜 阴圣出 来 说量回踩阳圣镜 好 一镜你看 暂停 到了这里呢 要不要出了 高位出高量 高位出高阴 赶快出晶 出晶以后呢 你看 这里有一个低开高手的反薄 好 未站稳 这个阴的实力 接着低开 又来了一个什么 又来了一个反薄 但是呢 你们看 这个二一位是不可靠 继续下 下完以后呢 它整体上来看 它是不是来了个大的过峰保顶啊 它来了一个过峰保顶 阳圣镜 这个顶就是我们的凹剑峰 能听到没有 攻守冲防四部曲 就是攻 你看 防 进行的冲 那么在这个冲的时候呢 阳圣一镜 你看 阳圣镜 进完以后呢 有没有阴圣呢 你看这一段有没有阴圣呢 这是阴圣 这有没有阴圣呢 这就叫阳圣镜 你看今天的课程 是不是把大家又带入了一种融通 而不是看每天的这个柱子了 而不是每看每天的这个架柱了 是看阳阳 懂了这个意思没有 你看 这个单枪啊 是阳 应该怎么样啊 它冲高回落了 第二天是不是又是跳空 阳圣 第二天又是跳空 阳圣 这就叫阳圣镜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那么现在你看掌停 那这个单枪在打什么呢 在打左锋 所以我们的量学它这个系统里千万不要记住 就是这个是什么 你看这一天阳圣进 好出了 掌停满出货 出完以后的第二天跳空 它又是阳圣 它有没有阴呢 它没有阴 没有阴你继续进 没有阴你就继续进 进完以后呢 我就要等阴胜出 听懂没有 阴胜出 好 那么到了这个位置呢 你们看是不是左锋的目标到了 好 这个左锋的目标到了 它不过左锋会怎么样 不过左锋就会下 那么它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假扬啊 我就问一下 这个位置是不是假扬精英 按照我们周五和大家的要求 应不应该出干净呢 按照我们周五和节前和大家说的话 周五应不应该出干净 好 那如果没有出的同学 在这个地方我们采取什么出啊 应该采取阴胜出 对不对 因为位置定性 它到达了左锋 所以应该采取阴胜出 阳胜进 能理解到没有 所以我希望讲的课程 是要结合标准 而不是说 讲完了这个课我有 那不对 是因为你在这里没执行几率和标准 这是现场执别 根状的连接点 那么我们要理解啊 现场执别的五个要素 就是下不破什么 要不破它的下跪 憋出精准 憋出精准 精准就是精准先 好 憋出什么 低量 低量 憋出接力 那就是刹车换挡 好 刹车换挡 接着呢 憋出什么 三级境界 是不是加油 来 刹车换挡 加油 好 然后呢 憋出上轨 你看 是不是要憋出我们的上轨 憋出上轨 就叫解憋 现场直憋 它就解憋了 然后采取阳胜劲 阳胜劲 阳胜劲 阴胜出 小背阳大胆路 这才是对的 然后攻守冲防 你看 攻冲 然后呢 防 过风保顶 阳胜劲 波段到位 我们在此处 先 出 后观察 好吧 要理解这个问题 那么过风期间 跟庄的领界点 过风期间 以最近的左风 为跟庄的领界点 左风 就是刚才和他讲过的 就是我们呢 比如这个票在这里 是不是左风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左风 那么以突破这个左风 为跟庄的领界点 突破左风 确认它就是冲风波 风下结合攻防线 与风下的空间 可采用阳圣镜 控仓伏机 比如 这是一个左风 下来了 他回踩了黄金线 对不对 是不是回踩了 我们的黄金线 下面有攻防 那么我们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出现了阳圣镜 他过了大阴的石顶 待风下 就可以采取阳圣镜 静完以后呢 你们看 他是不是过左风了 过左风 过左风的这一段 是不是都是一个阳圣镜呢 过左风以后 他是不是阳圣镜 他没有一个 什么阴圣初的领界点 也就叫过回踩不破 大家看 这是不是一群小燕子 站在了康桥上 突破左风 回踩不破确认 那你看 小背阳大胆路 那么这里就来了一个 零号加小背阳大胆路 一个版 两个版 三个版 四个版 好 四版呢 又是架版量说 大家可能不走 那么这一天的跳空音 走不走 跳空音你赶快拉拐去 高位出高音 你看 高位是不是出了九音真金 那就要赶快走 后面这一段消化 你们看见没有 消化没有 不过单音是你接着下 好 到了这一段 你们看 下跌 下跌以后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极音质阳 养生镜呢 那这里就出现了极音质阳 养生镜 好 掌停 掌停 那么这个掌停 你们要记住了 一二三四说丁山要仿式了 防止第四根 你看 说是第四根 丁山要仿式 那么这一段 也是还是养生 那么你就要注意 丁山仿式 阴盛初 好吧 这个理解了没有 理解了没有 那么这个风 你是注意 它只要过不去 它就一定会跌 一定要突破左风 为确认冲锋 来 主要是这一段 过左风 它是不是冲锋了 一定要 风下的就结合 我们的阳圣镜 和我们的 一驻一线 这是过风期间 跟庄的临界点 好 那么 祖神阶段 跟庄的临界点 那么这个票 我到今天就没出过 为什么没出呢 我给大家讲个理由 祖神阶段 没有阴圣阳的临界点 不出货 可结合板块 量能 等于用分时量波的技术 替领战法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祖神阶段 跟庄临界点 可采用阳圣经的原则 灵活运用康桥战法 一加恩战法 牛骨三绝 等战法跟庄 好 我们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 凹尖风 那么 这里呢 来了一个 倍量过左风 过风 他是不是过了 过了以后 你看 这一天回踩不破 这一天就是一个回踩不破 零号腾功 阳圣经 你看 零号腾功 我们说 峰岭线 它有一个什么呢 回踩峰岭 腾空冲涨停 这就来了一个回踩不破 零号腾功 直接腾空冲了涨停 那这一天呢 好 接着呢 绑后甲阴 你看 它是甲阴 是不是 又是高亮柱 第二天出现的是高亮不破 对不对 是不是高亮不破 高亮不破 接着呢 第二天又是跳空过了高亮顶 你们看 这一阶段 有没有阴盛阳啊 有没有阴盛阳 没有阴盛阳 那我就选择刺骨 接着第二天又是个跳空 甲阴盛阳 它的主身接着出现 你看 又是一个什么 千流带长 又是一个千流带长 好 接着第二天呢 有一个回调的动作 回调的单阴不是阴 记住 主身途中的单阴 它就不是阴 接着第二天 阳盛阴 你看 这是不是阳盛阵呢 它再过高亮顶 康桥 对 它又是一个康桥 你看 康桥战法 柳谷三角 上涨不斜 这就是我和大家讲的这个上海遗众 为什么一直和大家在发案例 为什么和大家一直在讲这个战法 就是它没有阴盛的灵界点 是主身途中的战法 是牛骨三角上涨不斜 绑后甲阴 千流带长 驾掌量 说康桥小燕子 绑后的第二个甲阴 比第一个甲阴更可靠 上涨途中的单阴不是阴 你看 再过康桥 燕归来 我们要学习 就在学习这样的强装 我们学习量学 就要找到我们的最强的战法 找到最强的庄家 实现跟强装 做强谷 好 这是主身途中 跟庄连接点 跟庄逃顶的连接点 逃顶 跟庄逃顶 主要运用是九银真金的战术 高位 见顶信号 出现为 必须出货的临界点 会量波者 可结合 日向 结合量波 做到提前的逃领 日向 结合九银真金出现 必须出逃 好 我们说 刚才和他讲的 这是一个左风 找到这个左风 就叫我们的战略风 在风上没有过去 它就不能攻 那么它就会形成 刹车柱 对吧 然后采取换挡柱 你看 有没有扬声镜呢 有吧 好 接着呢 进阶抬高 这里出现了什么 零号腾空 涨停板过左风 你看 一过左风 它是不是冲锋 所以在这个地方 当天我和他讲 龙发总业 将是龙头 现在能不能理解我这个话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 就是不会平白无辜的会点平一只股票 它会是龙头 这叫龙发总业 一过左风 就是冲锋 一二三 没有阴盛持股 继续涨停 高位出高音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不可以要先控仓走了 在这个地方先控仓走 不过二一鬼门关 在这一天也要走 好 接着呢 板后甲阴 稍作调整及上弓 回踩黄金线 三缩一栋旋骨 扬胜进 扬胜进以后呢 你看啊 这个地方 一二三天 这个掌停板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基柱 而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黄金线 接着看 这里要不要养胜进呢 养胜进 你看 黄金线 线 养胜 养胜进 好 一个掌停 两个掌停 三个掌停 第四个掌停不封 就要跑 那么 你们看啊 这个日向上来看 从收盘 看见的是九阴 在盘中 发现他跌破了掌停板的十领 掌停板的二一位 掌停板的十里 是不是应该在盘中就要走 而不要等到第二天跌停再走 要提前知道 他会出九阴之音金 以掌停板的十里 二一位和十里 这就必须出货 这叫九阴真金 见顶信号 这是必须出货的 你看 然后亮学又告诉我们 四板不封 一定先出 是不是很多信号告诉我们要走了 四板不封 对吧 然后跌破了掌停板的顶 跌破了二一位 跌破了太阳的十里 就应该全部出逃了 这里就叫九阴真金 见顶信号 那么我们庚庄也要记住 过风就为冲 接着阳胜进 阴胜出 尤其是在高位 见顶信号 那必须出逃 这就是庚庄 逃顶的临界点 对吧 那么这里的 根庄淘顶的临界点 临界点淘顶也出现 一定是日向的构建 日向 当信号出现时 应该先行减仓 不要等着后面被动 先行减仓规避可能出现的调整 若次出现日向的确认 见顶信号必须出逃 否则将面临着大跌 好 你们看 这个是板后高音 是不是摆高啊 是不是摆高 好 那么这里的 低开高走的反薄 好 你还是没走 接着呢 低开高走的反薄 你还是没走 那么这两天你没走 A住 你们看 A住的低开 是不是告诉我们的信号了 连续两天 未过虚顶 低开于高亮柱的十顶 这个时候叫开盘定式 就必须怎么样了 减仓 先行减仓 规避可能出现的调整 跌破了高亮底 那它就就下去了 是不是 你看 低开于高亮顶 破了高亮底 高亮破有灾祸 然后呢 笔柱 V柱没有减仓 那么我们请记住 这个笔柱 靠空一日向再次确认见顶 那么还没有出逃的同学 是不是应该坚决清仓 是不是应该坚决清仓 应该坚决清仓 这里 你们看 这些几个要 低开不过高亮十顶 你看 高亮十顶应该减仓 其后破掉了高亮底 更加应该减仓 跳空音更加应该减仓 减完仓以后 好 A住走是高手 B住走是什么 是看着九阴真经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下来了 这个地方能不能养胜清呢 注意 这个地方能不能养胜清呢 这是长阴短度下跌 吉阴赤阳 折腹建仓 赤阳过了二一是个金庄 所以其后有一个反弹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 阳胜清 阴胜初 这里有没有阴胜呢 今天的课程 好不好 阴胜初 阳胜清 这里有没有阴胜呢 还没有 这是我们要先出头 规避可能的调整 然后等候确认阳胜清 OK 高亮康桥 跟庄的临界点 高亮的康桥 以高亮顶 为跟庄的临界点 过顶跟庄 高亮顶底伏击圈 以不破死底 以不破死底 试着干 确认过顶 加仓干 比如 这里是高亮顶 对不对 你看 这个是不是出现了 我们要走的信号了 这个地方就应该走了 瓶颈不过 双阴出货 好 那么它要涨 是不是要突破左风才行 好 那么跌下来怎么办呢 一样的 量学讲究 什么 刹车换挡 好 你们看 这个赤阳 过了21位 可不可以跟庄 可以 但是其后呢 你注意 阳阳阴 是不是要找黄金呢 阳阳阴 一出现你刹车 那 这个王牌 就要找黄金了 好 那联阴下跌 找黄金呢 低量住横盘 线上腾空 追 线上腾空 一定是在黄金 线上腾空 刹车 它用的是涨停板 换挡 大家看 这个股票能不能看了 那这个股票 就可以看了 好 涨停板换挡 后面出现的 是不是都是养胜呢 首先 你看这一段 是不是都是养胜 好 接着呢 这是一个高量柱 其后出现的 是不是高量不破 其后出现的是高量不破 过顶起注 好 接着呢 你看 高量进行的转移 是不是转移了 高量转移 后面又是架掌量说 后面又是架掌量说 你们看 过顶 你就跟装了 好 然后呢 把杨胜进 过了左风 你看 过了左风没有 一过左风 是不是架掌量说的形态 然后帮 涨停 好 这里涨停板以后呢 你看这一天是不是高量柱 这一天又是高量柱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 叫准备高量砍裂 那么这一天的滴开 一拉拐 我们就要出干净 滴开赶快跑 一拉你就跑 好 那么一跑呢 你看这是个大阴柱啊 大阴柱 第二天的跳空音 又是一根高量 好 这根高量来了 你们看 这个地方实底没有破 是不是可以试着干呢 高量顶底伏击圈 破底不干 过顶干 它没有破底 你可以试着干 一干呢 它是不是过顶了呀 它就过了康桥 一过呢 回踩不破 看到了没有 回踩就不破 好 回踩不破 零号腾空 那零号腾空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过大阴柱顶啊 他还没有站稳大阴柱顶 那么如果他站稳了大阴柱顶 我们是不是又要用阴线站法 可以加仓了 那么他不过 我就不加仓 过我就给他干 好这个地方是不是以这个高量柱后面形成的驾掌量说 来 是不是以这个高量形成的驾掌量说 来 就是这一根摆高 来 高量柱 形成驾掌量说的形态 它在攻击左风 所以 一定要注意 它在攻击左风 把这个理解透 左风 来 你看 换党是掌停板 接着的高量 康桥 接着高量转移再过康桥 那么一过的阳圣镜 那都是阳圣 你看 是不是都是阳圣 没有阴圣的灵界点 所以过风 就开始了组成 把这个今天好好地理解 好吧 攻防节奏改变的灵界点 注意 根据攻防的节奏 找到攻防节奏改变的节点 作为跟庄的灵界点 跟庄进退 常见的节点 如直鳖出扇轨 凹口淘金 过凹尖风 高量左风 谷底线等 好 凹尖风 你们看 这个凹尖风 是不是以这个大阴的二一位 是不是以这个大阴 这一个大阴的二一位 他一直在我们这里现场直别 那么他形成个凹尖风 攻防节奏改变的灵界点 你注意 好 这是第一量柱 是不是 好 缩量柱加小背羊 有没有了 来 缩加背 小背羊 大胆路 好 这个小背羊过左风 一过左风 线上腾空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干啊 你看 直接干 OK 这条线 那就是说 从来没有站稳过你 他一腾空 干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四个板 五个板 在这一天你又应该走了 第六板出现是跳空音 你赶快拉拐心 一拉拐 他就出现了量学的九音真经 九音真经 见顶信号 他就跌停板了 那就好比一句诗 指 我悄悄的来了 我悄悄的加仓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也悄悄的走了 我不带走一个筹码 我将所有的都变现了 这事就是量学的真谛 九音真经出现了 见顶信号 一定注意 你看 画好一条线 上下两重天 那么呢 攻防节奏 改变了临界点 这个股票 你们看 叫徐家慧 三级飞跃的共进 第一级 峰顶线 异化为谷底线 峰谷线 越多 上涨的幅度越大 反支越小 这条线呢 可以往左车画 是一条左峰 左峰线找到以后 你看 一只牛骨十月怀胎 百日低量 是其怀孕的征兆 A柱 是不是过顶了 你们看 A柱是小背阳过左峰 对吧 好 那么后面呢 它是不是 就形成了什么 你看 这就是一个十字架 好 这里是数量 百低 这个地方呢 元帅加什么 黄金柱 这个元帅加 黄金柱啊 形成 笔柱 再过左峰 注意 笔柱是 小背阳 再过左峰 对不对 是再过左峰 那么 那么一笔柱和这一个 和这一个的王牌 向左延伸 他就找到了一条 峰谷线 又是精准线 就升级为精准的峰谷线 其上升力度大于单纯的峰谷线 好 第三级 精准峰谷线 加黄金柱 之称 升级为精准 黄金峰谷线 出现 黄金精准峰谷线 就叫黄金顶 于是这新一轮上涨周期的开始 你们看 他是不是就攻了 过左峰 再过左峰 温文尔雅的小背阳 仿佛在向我们招手 百日低量群 放量就要涨停了 一阳看 二阳干 三阳参战 一参战 涨停 好 这里涨停以后 你们看 板后甲阴 是不是板后甲阴 板后甲阴 然后呢 缩量下跌 精准的过峰保顶 攻守 冲防 势不取 他是不是攻防节奏 就发生了改变 塞住过峰保顶 杨胜进 你们可以去花这个票 他的精准线的最低点和黄金线和峰岭线一分不差 一分不差 所以这就叫三级飞跃的共性 加上新领寿板宽 于是我们在这一天就和你讲 上停 好 接着第二天呢 真底抬高 你看是不是真底抬高 真底抬高 零号腾空 那么这一天呢 就叫掌停板 刹车 掌停板 换挡 那么这里就发出了案例 因为这里的案例发表是真底抬高 过峰保顶杨胜进 那么在这一天开盘 直接是一个倍量涨停 而这个倍量涨停呢 又是放量涨停在峰下 所以我点评了他非常的好 现在能不能立业 那么接着呢 零号腾空过左峰 你看 那抵住再过战略峰 再过康桥 来 再过康桥 接着开始继续祖身 这里一定记住啊 三级飞跃 就叫义化 朝相反的方向走 那么你也 他如果出现了义化 就叫撑压护环 那如果看见了有什么 有峰顶线叠加黄金金准线 那叫金准峰谷线 黄金金准峰谷线 出现了这样的亮线 那你要注意 攻防节奏 它就会出现 它就会出现 主声浪 能不能立业 所以这里的战法非常多 一阳是过左峰 守过不可靠 看住第一波 盯住第二波 笔住再过左峰 大家要注意了 你看 过峰 宝岭 三级 飞跃 这是攻防节奏的改变 找牛骨就要找这样 所以我在新领寿里面 只发了一个票 叫徐家慧 拨断操盘 临界点的选择 波段 根据量学看庄 与波段操盘的法则 波段操盘 出胜性 力争在波段起掌的 阳胜确认的第一位置跟庄 临近波段的目标位 尤其是第一次上工 结合日向与量能 应该折击 跟庄出逃 A柱 大家看是不是个高亮柱 你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个高亮柱 那这个地方是个高亮柱 好 高亮柱没有站稳就继续跌下去了 那么我们找到跟庄的临界点 第一 这个地方是不是第一个小背羊 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小背羊为师探 但是它也是阳胜 看到了没有 然后这个阳胜形成了一条黄金线 掌停板换挡 那么这里出现了掌停板换挡 是不是阳胜镜呢 阳胜镜 板后高音 有序缩量 回马枪 板后高音 都在试探左锋 有序缩量 回马枪 好 那么阳胜镜 这就是一个波段 我第一个目标是不是应该看到这个位置 这个票里叫国发 我和大家讲个这个波段 以它的实际化先 你们看 周五是不是A处应该怎么样了 A处波段上弓到开板的高亮 再放高亮 此处应为出逃的临界点 若位置 这个位置 若再次上弓 应将A柱实领 应将A柱的实领 作为跟桩的节点 不能站稳 确认不要跟桩 如果向下打出空间 后阳胜跟桩 采取回马枪 或板后甲鹰的站法 好不好 能不能理解了 你看 你要知道一个股票 它在这里养生了之后 刹车换挡 加油 它的目标 就在这个位置是波段的位置 这就要波段操盘 波段 涨到这个位置 就应该先出后观察了 不要 那么 这里再和大家说 我们一说 去弱牛强 这个股票应不应该早盘去弱 去弱牛强 那这个票就应该在早盘去弱 早盘给它去掉弱 所以 我们再和大家在这里强调一次 板块 个股 都不一样 大盘涨得再好 它跌不跌 因为 位置定性 波段到位 改变思想 解放眼光 好不好 知行 到了一定注意 就是我们的标准都是一样 要执行这个标准 就不会亏钱 A 用量学的标准 看盘 找到关键的亮柱 与攻防的节点 好 为避免伏击的监牢 可以找到关键的亮柱和攻防节奏改变的关键节点作为重要的零节点 在此处确认跟庄 享受其后利润最丰厚的阶段 比如 我在这个地方找到A柱 画一条线 A柱为百日高亮的战略风 后市不能突破 它能不能上攻 那么反之 它一旦突破了战略风 它就还要往上攻 好 将此处作为攻防节奏改变的跟庄临界点 确认跟庄 好 在这里 你看 下方用阳圣镜 学会了没有 我就不重复了 下方用阳圣镜 下方用阳圣镜 上方 左风 用过风回踩不破 临界点的确认跟庄 好 那么这里的跟庄就是主神 对吧 然后在这里价涨量平 你们发现 高位的价涨量平 它是不好的现象 这里就应该出 这一天就要出了 出完以后的你们看 好 靠空不补涨平 它有没有过左风啊 有没有过高亮顶啊 没有过高亮顶 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出货了 在这里出货 好 出完货以后 来了 大跌 大家看 这个大跌下来 它是不是跌破了风顶线 我们刚才和大家讲过 三级飞跃的共性 它可以稍稍地跌破风顶线 它可以稍稍地跌破这条风顶线 右侧 最好是有黄金顶 你看 这有没有黄金呢 它可以稍稍地跌破风顶线 但它要黄金柱和攻防线不跌破 杨胜线 杨胜线 这个地方杨胜一进 是不是涨停满呢 它可以稍稍地跌破这个风顶线 这是三级飞跃量线上面和大家讲过的 最好不要跌破 但可以稍稍地跌破 稍微地跌破 你看一跌破 回踩黄金攻防线 杨胜线 掌灵 你就是用这一招 大家以后就能够先走后进 一个波段 你看 在这里介入波段出 阴胜出 杨胜线 OK 你就享受了一个波段 这就是 以我们的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战法 主身 也一定是突破 战略风 突破战略风 确认还要往上攻 临界点与二号战法 二号战法 首次过往往具有试探性 所有的跟装进入货的临界点 结合二号战法 提高跟装介入的成功力 同时叠加热点板块 其后更具有爆发力 好 这里一只板 是不是摆高 这是一个摆高 摆高之后 接着往下 回踩 敌量 这些地方 它是不是首次过 你看 这些就是首次过 看到了没有 阴阳不起 调整在即 首次过左锋 往往不可靠 那么盯住第一波 看住第二波 好 接着下来 你看 是回踩黄金线 出现高亮不破 零号阳盛 你看 高亮不破吧 零号吧 阳盛 好 再过左锋吧 是不是再过左锋 是不是再过左锋 再过高亮 你看 过左锋 过高亮 好 再过左锋 高亮 接着甲阳精英 我那天收平和他讲过 甲阳精英要不要务必担心 甲阳精英 务必担心 接着呢 长阴短柱 回探封顶线 看懂了没有 回探了封顶线 三缩 异动 保顶 阳盛 进不进呢 这是不是阳盛进呢 保顶 阳盛进 你看 阳盛进 就OK了 这就叫 冰川网络 那么 叠加 热联板块 其后更具爆发力 你看 周五是不是互联网 全部动了 互联网 是不是都动了 互联网 一动 他们都跟着动 这就叫 板块的效应 你看 叠加热联板块 才更具有 爆发力 好 这是 临界点 与二号战法 临界点 与上行的空间 临界点的跟装 应注意上行的空间 是不是够 当上方面临强压的时候 错过了最佳的临界点 我们不要贸然跟进 比如 你看这个地方 是板后的高音 对不对 是高开低走的 被动测出的大音柱 其后跌停 明白没有 好 跌停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看 到了下方的时候 是左侧有底 那么你们看 这里是不是阳神 这段是不是阳神 一个跳空 两个跳空 这就是阳神 接着再跳空 你看 一二三 你进 最佳的临界点 是不是在这两天 你注意 最佳的临界点 是阳神 你看 阳神 一二三 阳神 好 持古 没有阴神 但是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 来了 我明明知道 这个地方 是不是左风 我明明知道 这个地方 是不是左风 那我在这个地方 再进空间 够不够 我在这个地方 再上去 除非他突破左风 现在能不能理解了 除非这个票 在这个地方 突破左风 我就进 这里空间不够 所以 板后高音 你看 他是个阴神出 你看 为过左风 我就要出 为过左风 我就先出 好 板后高音 跌停 是不是跌停了 跌停板以后 你们看 笔处 笔处左侧 缩量假跌 已经跌出了空间 看懂了没有 A处和笔处 都已经跌出了空间 阳神 可不可以跟装 阳神跟装 好 好 那么 当运行到什么呢 当运行到C 和底处的时候 C和底处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高量底 大家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高量底 有高量底 还没站稳 所以左侧面临强压 上行的空间较小 即使出现阳神 也不可贸然跟装 现在能不能理 你要知道上行的空间 这个地方是在这里阳神跟装 这里卖阳 然后等候这个掌停板 能不能乘基柱再上行 好不好 好 这是临界点与上行的空间 临界点与趋势 好 你看 当一只个股趋势为王 这个时候是向上 我们要跟装 因为阳神 对不对 阳神出 阳神进阴神出 当它在这个地方 趋势为王 下跌途中 如果出现阳神的临界点 你看 出拳 回调途中 即阴次阳 对不对 好 这是不是回调途中的极阴次阳 好 这是临界点 这里是高亮柱的作风 要不要卖阳啊 这里就应该卖阳了 错过了 不要去追障 因为它的趋势不对 它是回调途中 好 那么错过了临界点 我们不要去参与它了 短线搏击 只能结合板块的一栋 短线思维来对待它 好不好 你看 这又是高亮柱 后面呢 是不是 在干什么 它在吸醜 它在有序缩量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回调途中的第一个涨停板的事工 趋势对不对 这个股票的趋势对不对 趋势不对 努力摆废 我们要找到上升趋势的个股 上升趋势就是养胜劲 没有阴盛 不要出货 下跌途中 没有阳盛 不要去干什么 去干股票 所以你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只有一个阳盛 看懂了 你看 养胜劲 阴盛出 一定注意趋势不对 不要去参与 一柱一线 大道之间 所有的站法都在亮柱上 应充分理解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亮柱 所包含的含义 初胜进 初胜进出 作为最基本 最普遍的临界点 应和位置定性 攻防节奏的定性 空间 板块 排面 异动等组合 方能做到一柱一线 大道之间 好 你看 这是什么 这里是二一平衡位 是不是二一平衡位 二一平衡位 这里 是不是 缩量 加零号 加小倍阳 阳盛进 看懂了没有 阳盛进的 以后的 回调三一位 它是最强势的 阳盛进 阳盛进以后的 你看 这个地方有没有阴盛呢 你看 这里有没有阴盛呢 这里没有阴盛 阳盛进 掌停 好 这里掌停呢 注意了 这个地方 跳空阴 要不要阴盛出啊 来 跳空阴 阴盛出 接着回踩 攻防线 看到了没有 回踩了攻防线 三缩一动 你看 是不是 踢说阳盛进 阳盛进 好 接着呢 掌停 接着的是 百日高亮 是不是百高啊 百日高亮 你们看 十鼎为攻 站不稳十鼎 就叫 怎么样 就不能攻了 那 接着呢 桥面破 必出货 桥底川 海龙湾 所以啊 你要把这个都要记住啊 你看 十鼎是它的桥面 高亮 做的十鼎呢 就是我们的康桥 那么 桥面上 站着 才不会被淹死 那么一旦到了桥底呢 那么桥底川 海龙 就是亚龙湾嘛 那潜水 就会被淹死 你看 淹死了 要做到阳盛进 阴盛出 也就是结合我们的 一柱一线 高低品贝 踢缩金 就是七根柱子 才有七条进落 一柱一线 大高之间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您听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是不是 我 обязательно 行 灵餐 相